司机高速狂飙后座乘客 吓得伸手紧握拉环不敢放 表情惊恐 一个大转弯 闭起眼睛连看都不敢看 电影中疯狂司机大街狂飙 在台北街头就有小黄司机遭控诉 不顾对方感受 对乘客冷言冷语 对着我直视着我就说 太离谱了这么近你还坐检测 怀孕到后期了 其实就比较危险 然后加上我们家小朋友 他那天可能身体脚有点不舒服 或怎样还是心情不OK 他就是不愿意穿鞋子 不愿意走路 那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不得已我才是叫建车 挺着大肚子 手里抱着一岁半的小孩 5月4号下午 宋小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到便利商店叫继承车 当时还下着雨 身怀六甲行动不便 要带孩子去剪头发 只好搭继承车 没想到下车时 驾驶竟然对着他说 很夸张耶 70元也要搭 车上烟味很重 然后还有就是像可能绕路 不OK的地方 我都会上他们的 NBA轿车程式去 就留下意见表什么 可是从来也都没有人回应我 车队客服人员电话接不停 担任乘客和驾驶的沟通桥梁 紧盯电脑萤幕 计程车上下车地点 都被记录下来 一旦发生纠纷 就可以调阅行车轨迹记录 厘清驾驶有没有绕路 同时也会记录下客服人员 和双方的通话记录 有必要时也会要求司机 交出行车记录器 一定会有一些 就是立即卫星定位的部分 我们可以掌握 当下能够去了解 跟掌握驾驶的一些动态 一个车队有上千辆计程车 卫星讯号服务 让乘客轿车更加便利 只是每个驾驶 个性素质不同 如果没做好营业规范和训练 服务品质恐怕大打折扣 记者王城委温斯汉台北冲报道